嗨,大家好,我是金向东 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参加这一期的 尼小南大大师举办的 灵性提升政务的课程 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第六天吧,第几天 然后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供奉 做完以后当时没有感觉到什么 然后早上做完的供奉 就没有再管他了 只是觉得有能量 有很强的能量进到身体 然后身体会晃动 会不由自主的这种晃动 就觉得有很强的能量 但是就在供奉的那天下午 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忽然的话 有我们中国这边的一个银行的总部 打来电话给我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最近是一直出现在财务状况上 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卡了我很长时间了 我之前我非常非常的苦恼 然后也很纠结 很焦虑 人很郁闷的 就是在这种状态里头 我走到这个课堂里头了 然后随着大师的这种开示讲解 让我的内心也打开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就是那天下午 就是早上做了供奉 下午呢就收到这个 总部银行的电话 我当时就没有想到 那么他们就问我需不需要资金 可以给我做一个贷款 因为要知道在银行去贷款的话 他的手续 程序是很多的 而且他要有这个 你的工作单位 还有你的好几个担保人 然后他还要再审核你的信用 信誉 因为我工作 我是才辞的工作了 就是在疫情之前 我刚好把工作才辞职 但是没有想到银行 就帮我把这些问题 全部解决了 因为他查了我的信用 就是查了我整个的信用 我的信用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他说这个单位的担保 还有朋友的担保 都不用再去那 然后就直接可以给我放款 而且是就在两个半小时 那个样子到三个小时 这个中间 然后把我的整个过程 审核呀审批呀 然后整个的审核过程 全部搞完 然后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觉得好像是天上掉了下 掉了个点 忽然之间掉下来一样的 所以说内心特别特别的喜悦 然后把这件事呢 也跟分享给大家 之前的话 我简直是不敢想 如果没有大师 这样引导我 让我把我的内在的话 就是思想 我的老 我的思想观念 很多地方都是不对的 然后通过大师的开示 直接是让我看到我人生之中 我为什么有这个卡点 然后我的问题在哪里 他把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的问题 我们所能想到的 就是说我们人生之中 方方面面的各方面的问题 都给我们做了解答 我们都找到了答案 说是让我不再困惑了 然后让我内心 就是特别的欣喜 我相信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 我的内心这份欣喜 然后我的内在 忽然之间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就属于这样子了 就是说我在这个超意识这种 就是超能力这种训练的过程之中 我也有我的收获 然后刚开始是不行的 然后只是觉得有能量进来 但是自己做不到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感觉 但是后来我练了这么的 就是说好多天 然后呢 这几天下来的话 我有一天的话 就是说在做这个杯子 放在手上 然后去推动它 那么就是说 我在做的过程之中的话 就后来就是和大师合一以后呢 我就是在做这个 然后就给有这个信念 在做这个过程之中呢 就忽然之间很强的感受到 我的手还有杯子下面 有能量在动 杯子底下在动 杯子底下在动 而且上面有一股能量 在帮着在推 在帮着在推 就是这样子的 让我很明显的感受到了 哇 我简直是不敢相信 我也可以去做到 所以说在这的话 我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收获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是要来体验 真的是 它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人生中 我们可以很大很大的不同 我们可以翻天覆地的改变 啊 好 谢谢大家